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会为我的作品而哭泣 这说明我们是有心灵上的共振 阿芝听了非常疑惑 那是您的作品吗 我还以为您只是艺术品收藏家呢 然后杰克笑着说 我的身份其实有很多 画家也只是我另一个隐藏身份而已 说着 杰克再次单膝下跪 向阿芝求婚了 结果阿芝还是没有答应 似乎杰克画家的身份并没有吸引阿芝 吃完饭后 杰克就带着阿芝参观了自己的收藏室 收藏室里摆满了各种造价不匪的名画 而且它们都是不同的署名 阿芝看到这些显得十分吃惊 难道这些也都是你画的 杰克得意的说 是啊 我不想太暴露身份 所以用了很多画名 现在你感觉如何 愿意接受我吗 谁知道阿芝依旧表示很抱歉 没关系 我不强求 既然来了 要不要看看我最珍贵的收藏 说完 杰克就带着阿芝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打开房门后 阿芝傻眼了 只见墙面上摆放着好几幅美女的画像 里面美女的表情十分惊恐 有的张大嘴呼喊着 有的抱着头不知所措 还有一个在撞墙 更诡异的是他们都在动 阿芝诧异的问 这些画怎么都会动 见阿芝提问了 杰克就大发慈悲的告诉给他 这些都是曾经拒绝我的女人 她就是我第一个作品 当时我追求了她十几次 结果全被拒绝了 难道我长得丑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最后一气之下 我将她封印在了这个画框里 从而变成了我的作品 原来这个杰克天生就有一种超能力 在她的视野里 她只要用画框圈进去 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她封印 而墙上的这些女人曾经都拒绝过杰克 最后的下场就是成为了她的收藏品 说完自己的故事后 杰克变得暴躁起来 并且还拿出了一个空的画框 很明显 杰克的下一个收藏品 正是阿芝小姐 阿芝健壮 吓得撒腿就跑 由于阿芝躲闪及时 在画框合拢之前 逃出了杰克的视线之外 但杰克一点都不慌 因为她信心十足 近来的女人没有一个可以逃出去的 最后在杰克的追逐下 阿芝躲进了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没有其他的门 而且窗户都很高 看样子 阿芝是再艰难逃了 就在杰克举起画框的一瞬间 阿芝一个躲闪躲到了一面镜子后面 随着咔嚓一声 杰克被自己封印进了画框里了 因为他刚刚合上画框的时候 刚好对准的是镜子中的自己 接着阿芝从镜子后面走出来 捡起画框 并向里面的杰克宣布 你犯下严重的非法拘禁罪 现在将你逮捕归案 原来这个阿芝是个女警察 他早就盯上杰克了 最后阿芝来到收藏美女画的房间 打开房门后 那些被封印的美女们重新获得了自由 画面一转 阿芝过来拜访了戴蒙大叔 原来对付杰克的方法正是戴蒙大叔教他的 为了报答戴蒙 阿芝就把杰克的画送给了戴蒙 看到这一集 戴蒙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哦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次的电影娱乐 与你解�MUBI 接近一边 这次的电影娱乐 与你解讧